爸 我妈走了 哦 你妈呀 今天和你姥姥和姥爷坐火车 去给你救姥爷过生日去了 太好了 哎 这孩子你妈走了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哎 妞妞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哎 姨父 明天我也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 来我们家玩 哎呦 这么小小孩知道请客啊 哎 她们现在小孩都这样 啊 这今天去我们家 这后天啊 就去他们家 明天看来是轮咱们家了 是不是 对 行 你放心吧 到时候爸给你做几个好菜 爸 我有个想法 你说吧 爸爸 你爱我吗 这孩子问这问题 回答我 爱你 你是爸的心头肉 爸爸 我也爱你 你也是我的心头肉 哎呦 爸 陈生哥 你爱我吗 我爱你 我是你的什么呀 你是我的脂肪肝 有多远 滚多远 你还是我的心头肉 行 你放心吧 明天啊 你那些小朋友来了 爸给你准备八个菜 好不好 不是吃饭的事 我们那几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 都是特厉害的人 老有钱了 上回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看见他们家里有大汽车 有的住大别墅 有的家还有保姆呢 他们问我爸爸是干什么呢 你怎么说的 我说 我爸爸也是大老板 我爸爸也是做大买卖的人 我们家也有汽车 我们家也有保姆 妞妞 你过来 你怎么说瞎话呢 这可不行啊 咱家啥时候有大汽车呀 咱家啥时候有保姆啊 大姐夫 那你是干啥的 我是物业的呀 那你们物业的口号是什么呀 做好小区业主的保姆 你看看 你不还是保姆吗 哎呀 妞妞 回答的没错啊 在同学面前咱可不能跌分 对 你这一点很像你二姨啊 对哈 妞妞 这一点呢 你特别像二姨 就是这种气质呢 要从小培养 知道吗 你这个长 你长得如果要再像你二姨一点的话 那你就无敌了 赵刚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刚才说那个 第一名第二名都是黄小黄 我这回要不出来 一会儿有可能第三名犯规的还是他 是不是 我就永远是第四 赵刚子你觉得这样很有趣吗 如果是趣味运动会吗 我就想强调一下趣味 我就想问问你 这个奖品到底是谁的 小黄呢 你们是不是太小看我了 我金大美至于那么小心眼 至于那么没有境界吗 比赛我那么在乎名次吗 比赛主要比的是友谊 对不对 比的是和谐 是不是 不过赵刚通过这次事 我又看清了你一点 你心里是真有我呀 啊 和广大业主 啊 这奖品 这奖品你就说吧 到底是谁的要是他的就该给谁给谁啊 爸 给你 从图到尾我说要了吗 这是我的东西 我要送给大美姐还有你呢 那是 陈小区谁不知道我跟大美姐关心的是最好的啊 有你在这买楼道飞呀 不是 他就是挺有意思有时候 你知道本来很平静的湖面 他没说话李正哥吃的字 你是因为打水漂呢 就他 今天又能为我看了 对 请问我 哎呀 要不是他拖地 哎 就你这大长腿 给谁放一块 谁不拿第一啊 明天跟我放一块 我俩拿第一 黄二 我不分左 太好了 我不分右 你不分右啊 这绝配啊 咱俩现在就练练 练练练练 让他看看 行 你听我口令 预备 左 A 左 A 哎 左 哎 这哪上话 下楼下楼下楼 左 哎 哎呦我的妈呀 哎呦不是 谁把你你们看见了吧 这是一幅多么和谐的画面呢 其实两个女孩非常的可爱 哎 哎 哎 大米啊 啊 啊你别生气 我马上就回家 我跟你讲啊 我给你带礼品了 护肤的 特别好 强力去班 我没说你脸上有班 这不就他那个美白 我没说你黑 他他不去班 也不黑 我是说你不是一般的黑 不是大米啊 我是说你不给钱 那应该的呀 是吧 哎 所以说呀 这次你别拿太多 你大姐夫他没钱 他没钱没 我跟你说 一家俩女婿不能个个都有本事 有我一个有本事的就行了 是 妈知道 哎 可是这次啊 你别拿太多啊 放心 意思就是多了 刚才我跟你大姐夫说了 啊 他说呀 他毛大劲啊 也就能拿10666 不少了啊 妈 你大劲 二十 我刚才没听清楚 他要拿多少 10666 那我是他的十倍 我是多少啊 十万六千666啊 十多万 我哪儿借借我 赵刚刚 啊 你放点葱 你过过过过过过来 太阴险了 这个人 咋的了这是 你什么意思啊你 咋的 我让你拿666 我那是害你啊 不是啊 我那是为你好啊 我知道啊 那怎么又变成10666了呢 你别跟我说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是 我在这个家里头 一直压着你 每次爸过瘦 妈过生日啊 我都是咔 你这儿 哒啦 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不好受是不是 不舒服 你就说不舒服 装什么装啊 你看你 背后给我来一套啊 说666 现在拿10666 行你拿吧 拿吧 我认了 我认了 我什么身份 行 我觉得你拿的还少 有本事你拿20666 跟我这装 行 拿吧 这咋的呢 这是 哎 大姑娘啊 哦 刚才我听了 二女婿给这抄啥呢 哦 她好像有点不高兴了 哎呀 师傅嫌你钱拿少了 哎呀 啊 这没可能 没事 你放心 啊 妈又给你背一万 哎呀 你不拿两万呢 666 行不 妈 您不能再给我钱了 哎呀没事 你听妈的 没错 去 那么多活呢 帮妈忙过去去 哎呀 干啥干啥啊 快点 哎 哎 我我跟你说 我我就 你就帮我这个忙 行不行 二姑娘啊 就实来问 哎哎 哎妈 二姑娘 哎哎 妈跟你说点事 你说你说 那啥呀 你大姐夫没钱 没钱 他没 他没钱 他装 他没钱 不是 你爸 这回你就意思意思啊 让他也拥拥 心里头能平衡点 你可别拿太多了啊 我该我 我该我拿的 我一定拿 你放心吧啊 哎呀 刚才我跟他说了 叫他多拿点 这回拿两万零 666 不少了啊 我我我去床床去 这该搁就搁啊 不是干啥 该搁就搁啊 不是干啥呢 哎呀 万一是三孩子怎么办呢 注目下呀 我要把咱们客厅 全都隔开 改成不从的儿童乐园 哎 你 站起来 站起来 哎 很好啊 你看这下玩意 停 停 先走 听你的 听他的 干 来来 站起来 注意安全啊 抱歉你 停 你要再干的话 我就把这 把这三孩子都给你打了 来来 停停停 撤撤撤撤撤 工钱呢 赵副 撤 注意安全 保证质量 保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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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紧世界啊 明天咱们再干啊 哎 还胡不 还好 这有多钱呢啊 啊 十万呢 我预算是十万 你刚才提醒提醒的很好 万一是撒孩子呢 哦 那就乘以三 三十万呗 哎呀 跟三保抬比起来 这都不叫事 老小剑 我捏死你 我怀地不是孩子 我怀地是孽呀 你给我等着 哎呀 老公啊 哎 媳妇 我跟你说个事呗 你说你说 千万别急眼 哎呀 我今天这么高兴 我急什么眼呢 其实啊 我没怀傻 你以为你老公 出的一个主意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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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被大黄撵了吗 不是 你过来 你过来 小蝶 我妈来了 吓我一大跳 你妈来是好事 干嘛呀 你啊 好啥事啊 来逼婚的 你看看 就这个事 最糟糕 是不是啊 所以我来找你帮忙 我跟你说 有困难 就找我 我只定给你办 当我男朋友 犯了 你刚才咋说的 你刚才咋说的呀 不是 关键这个忙 我真帮不上 我有心上人了 我心上人 秘密 我不是让你假装吗 谁跟你动真格的了 好了 明白了 这是 给你妈演戏呗 应付你妈呗 是 这事你找我 你算找对了 我告诉你 别说是骗你妈 就是骗我妈这一块 我爸都得求我 我跟你说 行 这就这么定了 什么玩意就这么定了 咋了又咋了 你不得理上往来吗 我告诉你 过两天我妈呀 没准意来看 我和秘密呢 现在一时半会好不了 到时候秘密顶不上的时候 你帮我顶上当我女朋友 行不行 你要考虑的话就算了 成交 是吗 找我妈去了 我就是演戏吧 哈哈 好演员 我好演员 我 哎 你好 哟 伯母你好 快来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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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你这大疯子是你干啥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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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呢 突然啊 小薰啊 咱俩真是好同学 我真没想到你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不仅记着你的生日 还给你带来了这个 当当当当当当当 天呐 你还花钱给我买生日蛋糕 别闹 我要有钱 给你买呀 我这话说的 那这是谁买的呀 你猜 好好猜 好好想想 说出他的名字 大点谁 秘密 确实是秘密 他不让我告诉你 李宝洁给你买的 不是李宝洁给我买的 你上一边是什么玩意儿 你不看这不说秘密吗 秘密确实是秘密啊 他不让我告诉你吗 我告诉你 你再拿去 什么玩意儿 我拿回去干啥呀 人一片喜意 我不要 你过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只看着我就闹心 你过来 你坐这儿 干啥啊 不是我说你 你听我说啊 你和那秘密不合适 你这辈子都属于不上 你给我呸呸呸 不准在我大喜的日子 跟我说这种晦气的话 你可以 可以 好吧 好吧 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啊 啊 小脸你听着啊 喜欢你的人 你不让追 不喜欢你的人瞎追 我说这是什么呀 我没明白 就像那狗追车似的 天天追车 天天追车 你看哪条狗上车了 哎呀 怎么这么的 哎你咋来的啊 我坐车来的啊 那对了 嗯 鼻 我说的是鼻 我大郭神 你得我吹过我干啥呀 小脸 你看啊 宝洁对你多好 啊 你就从了他吧 宝洁对你还好 你咋不从了他呢 我心里只有小米丽 我心里只有秘密 你咋这么酱呢 酱 赶紧熟熟熟一会儿来啦 我告诉你啊 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来 听着了吗 他要来就出事了 怎么样 一会儿黄小黄他妈要来 看未来女婿 我给他扮演一下 知道了吧 你要是万一整漏了 我告诉你 就完了 知道吗 黄小黄不得上火呀 他妈不得上火呀 骗人呐 妈 你别给整漏 小脸 别整漏了 我在里面呢 小脸 小脸 小脸哦 小脸也 哎呦大姐夫 你有二十万你会花吗 哎 哎 钱志峰提出这个是个问题 张子你过来来 啊 你这样 我是你岳父吗 是啊 我说话你听吗 听啊 听你就听我的 把你养金这二十万 你送给钱志峰 岳父 爸爸 爸爸岳父 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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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什么英明不英明 啊 当初咱们家买房子的时候 啊 首付那二十万不是你付的吗 我付的 是吧 现在刚才中奖中了二十万 啊 我让他把这奖金二十万送给你 以后咱们家这个首付啊 就不是你了 当初我们家买房的时候有点困难 你能听身而出 拿出二十万交手付 你是条汉子 你酷啊 你你霸道 但是那时候呢 咱们刚才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现在不一样了 刚才有钱了 他火了 他有听了 马上就又发财了 从今以后 在这个家里 记住了啊 我是你岳父 岳父 他是你首付 爸 我全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说我 我这回我上听了 对吧 我一爬我就糊了二十万 对吧 以后我就是首付了 街坊邻居们 咱们家从今天开始 房子的首付是谁付的 哎呦我的小心脏 我跟你说顺风 哎呦我怎么这么难受呢 你听我我跟你说 后面还有难受的 你说 你记住 你不是什么黄鲤鸟 我是 你就是一只小小鸟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想要飞也飞 却怎么也飞不高 你这选的啥呢 还挺好 好 大姐夫 哎 那行吧 那个二十万你快给我 我现在正需要二十万 我到处借呢 借不着 不是这个 这个 是这样啊 当初你是首付的时候 对啊 你往外掏钱的时候 这么痛快过吗 没有 挺痛快的呀 我 不是 是不是有个程序 他每次都有个程序 你按程序走 行行行 大姐夫来来来 你快坐下 你坐下 哎呀 你你你 干啥 按程序走啊 大姐夫你好 哎呀 你脑不舒服 我没捏你 哎呀呀呀 你捏我呀 还能掐我呀 我都给你按摩嘛 按摩太难受 别人受不了 你这样吧 我这鞋有点脏了 我给你擦 哎呀 什么了不起的 哎呀 快快快点 哎呦 谁有啊 谁有谁有 哎呦 我的天哪